另外除了说用AND符号串接之外 假如说你不想用AND符号一直串下去的话 其实我在讲义里面也提供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concade concade实际上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函数 用来取代AND符号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用AND符号 可以用逗点 也就是说把我们要串的资料 放在concade这个函数里面 那你只要第一个 那不是用AND 是用逗点 所以其实差异就是说把AND符号改成逗点 外面包一个concade 大概是这样而已 不过你会想说好像也没占到太多便宜 所以其实这个函数是存在 但是目前以这个公式来看好像并占不到便宜 OK 所以我就列在这边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稍微试试看 concade 如果你不喜欢用AND符号的话 那实际上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完成 那在范例里面的话 其他同学好像都陆陆续续完成了 然后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切到前面的这个 LEN AND ME的这个工作表 那如果说假如我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我把字放大一下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解决那个性别的问题 性别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说呢 他的身份证字号的第二码 第二码如果是1的话 那我就这边输出男 反之呢 反之就是2 因为1跟2而已 那就是输出女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我应该怎么做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针对这一题 那另外还有这个Labs的这一题 反正今天就是这两题 我们把它完成好了 这个是 比较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那个资料的取得 然后并且做判断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啦 当然你可以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把这个 第二个字取出来 那我要怎么取中间的字 中间的字的话 当然通常会用MID 而且这个MID函数用的几率 好像我的感觉 好像似乎比那个Labs 跟Right 来得更多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大部分要取的字 好像都在中间的机会 会比较高 很少就是刚好在左边 刚好在右边 中间好像比较 常会遇到 所以你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他会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的身份证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 你要从哪个字开始 STAR LUMBER 哪个字 第二个字 那我要 第三个问题是 LUMBER CHARGE 是几个字 一个字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帮我取到 那个 HE 有没有 E这个 这资料就出来 但是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他取出来 只要是文字类函数 通常他给你的资料 也会是文字 所以请特别特别注意 那所谓的文字 就是在这个资料 数字的前后 会加上所谓的双引号 那如果他是文字的话 特别注意 文字 那就跟数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就是说如果做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1 有没有等于这个1 其实最后的答案是不等于 也就是说 这个是文字1 这个是数字1 两个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假设 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话 那就很容易造成结果是不正确的 那我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是文字1 那第二个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减下来的话 一般习惯是不包含等号 把它减下 再插入第二个函数 我用逻辑来判断 那逻辑的话 那我用那个if 那首先的话 他第一个就是逻辑的 这个判断式 那你就把刚刚的那个mid 先贴到第一个logit test里面 那跟他讲说 有没有等于1 如果等于1的话 那就是男 反之呢 就是女 我来先输入一下 这个就输入男 那反之呢 就输入女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奇怪 发生一个问题 明明这个地方是1 那为什么最后都是女呢 OK 那显然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呢 这个 我们刚刚取得的mid1 我特别有强调 他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 有双引号的1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直接给他等于什么 文字 这个是文字1 这个是数字1 如果两个相比较之后的话 他得到的是false 为什么 因为他不认为是一样的 一个四文字 那就不一样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得到正确的答案 请特别特别小心 在这个1的前面 跟后面一定要加上前后的双引号 那你会发现加了之后 他的答案就变true了 所以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本来女生的马上变成男生 那底下如果2他在固定 也是一样 即便转过来 反正呢 还是不一样 OK 所以呢 这个方法的话就完成 我们这个 把这个性别的部分 把它做一个输出 那另外的话呢 当然也有一个状况 这也蛮常发生 有些同学常遇到说 老师我后面这个资料 那他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可能是指向某一个资料来源 那那个资料来源 通常给你的资料都是固定的 那比如说固定就是数字 那如果说啦 就有同学问说 那老师 这个地方后面如果我不能变动的话 那有没有办法变动前面的资料 也就是说呢 我前面这个文字1 文字1 我这个地方呢 假如说呢 我后面不能变 那我也没办法把这个文字1 先转成什么 转成数字1 OK 文字1转完 转成数字1 然后再比较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会是正确的 那所以啦 如果你对于 Esser里面的函数 假如了解够深度 你就知道 有一个函数 刚好就可以满足 刚刚我们要的这个需求 所以那个函数叫什么呢 但你不知道啊 以后其实我是建议啊 有空的时候呢 你就插入函数 然后呢 找一下文字类的函数 建议是把每个函数下方的文字叙述 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像asc 它就是把什么 全形转半形 那其实big5 就是半形转全形 刚好颠倒 OK 然后诸如此类的 那其中有没有一个函数字 可以怎么样 把文字资料转换成数字 那其实它刚好位置刚好在最后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倒数第二个 有一个叫value 这个value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底下会有个叙述 将文字资料转换成数字资料 那不就是刚好符合我们的需求吗 另外的话 这个底下有个叫value to test 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传回文字表示法 那当然呢 以前 这个好像这个以前没有看到这个 所以 月薪的版本 它会加一些新的函数 OK 如果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反正你可以 再打开来看一下 然后它要传什么东西 你给它对的资料 那它就会给你对的结果 那比如说呢 这个地方呢 value的话 需要一个文字 里面是一个文字 然后它就帮你转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什么 把刚刚的mid里面的结果 把它包在里面 那就可以转换 所以哦 如果假设我今天的需求 是不要转什么 一样 我mid这个地方 假如说呢 我这个地方呢 我不要去转换 这个 这个地方 我假设不加 我不加这个双引号 那我变成说我要改前面的 那前面怎么改 其实后面很简单嘛 就是把 这个mid的公式 它本来取得的结果是 前后有双引号的1 那我只要把它转换为 数字 所以转换的方式 就是在外面包一个什么 包个value 那我建议你直接打好了 VALUE 前刮弧 再到尾巴的地方 这个 后刮弧的右边加一个 后刮弧 那你会发现 它就帮我把 这里面的文字1 先转换成数字1 再跟后面的数字1比 那就为TRUE了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了 结果也会是正确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第一个就是 mid的函数 然后配合if 另外的话补充 就是在讲到有一个 把那个文字转换成 数字的一个函数 叫value OK 那第二道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再往前 切到left 然后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是姓名 然后再加上它的 那个称位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 先插入函数 然后找到那个left函数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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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跟他讲说 我的名字在这里 那取一个字 这样的话就取他的姓 然后面就称位 所以and 串接 串什么呢 如果他是男生的话 那就是先生 反之就是女生 所以呢这边可以 再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逻辑 and if 如果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呢 假如是男生的话 等于男 然后呢 我们就是 把它输出的时候呢 那就输出先生 反之的话呢 就是小姐 OK 那他就会帮我把 这个 两个字的称位 串在他的性的后面 所以按确定 那你如果把他向下填满的话 理论上他就会正确的帮我 根据他的性别 给他正确的 这个称位了 OK 那请各位呢 先试试看这个部分好了 刚刚主要讲两个 一个是性别 一个是称呼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一样我把那个画面 再暂停分享一下 把画面先给各位一下 那一样啦 如果假设各位之后 就是有练习完 然后呢 你们就是OK的话 你就让我知道一下 我已经做完了 你就是在聊天的地方 再打上加1 那如果说呢 你有问题 也可以直接在讯息 聊天上面的话呢 让我知道一下 你有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可以把它提出来讨论 尽可能就是彻底完全了解 这所有的功能 因为你如果都了解的话 那以后呢 你做出来的这个公式结果 理论上应该就比较不容易出现错误 而且呢 你会发现使用Excel呢 其实用起来还蛮愉快的 又有效率 那 如果说问题比较复杂 也许你可以把麦克风打开 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OK 先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 两个问题先练习做做看 好 好